是 太队 太队 又喝 王队长 又来进贡了 过番一官好 我呀 柴人从乡下弄了点上好的牛肉 刚长乳牙的小牛犊子 味道一定鲜美 请皇军们好好赔尝这家 滋我一下身子 岩山小队长在吗 岩山正在开会 冬一天往厨房 回头我告诉你 那就有劳您在太军面前 替兄弟多多美颜了 为了让太军吃得高兴 您瞧 我特意从乡下搜了几个好厨子 手艺是相当不错呀 亏王内长想得周到啊 皇军没白赏之理 哪里哪里 太军可是我的大恩人哪 没太军的金心栽培 我王宝山哪有今天哪 这点孝敬合足挂齿啊 怎么回事这是 这哪找到厨子这么龌龊 滚我 赶紧的滚 他愣什么 不不 赶紧弄出事来 我告诉你 连你都跟着吃挂闹 光彩你滚 不是 你看我这 我光顾着手艺怎么样了 哪想到他这副德行了 马上见他走 那二位得留下呀 怎么着也得赶在赏午饭 让泰军吃到嘴里呀 那好吧 他们俩留下 这个赶紧滚 是是是 你猜哪啊这呢 滚 这老子招事 还俩都干什么 滚 都竖起个耳朵给老子听着 黄军是非常讲究卫生的 如果搞出什么事来 剁了你的爪子 听听了吗 是是 还有你 不万一 这小子是个哑巴 我说 只要你们让蔡军吃得高兴 老子还重重赏你们 是是 厨房菜大人 这边 请 泰军 泰军 二位泰军 王队长给泰军准备了上好的牛肉 他带来了厨师 二位可以休息了 辛苦辛苦 若是 若是 来 辛苦 来 请 请 来 请 请 休息 请 别愣着了 干活吧 长官 黄军有几个造房啊 黄军的事情不要问 只管干活 我是想说 如果还有造房的话 把那些牛肉都分几分出来 给黄军的都尝尝鲜 用不着 就一个厨房 全搁这里 那黄军卤多少人呢 你啊 只管照着一锅做 少啰嗦 赶紧干活 倒着 倒着 喝茶 请 不是 回去偷懒 赶紧干活 谁啊 癫 Hideous 他妈的憋死我了 哎哟 当哑巴的滋味儿哪 可真不好受啊 多jes柴大哥 省大的嘛 像你 Preston 不然�ё 大谋 也难为他了 当着这汉剑的面 还得点头花腰的 太不容易 一口锅一个灶 一锅肉 我估计啊 这儿的鬼子啊 超不过四十个 这么大一个平昊城 只有四十个鬼子啊 也就是一个小分队的建制 小鬼子戒备森严 在城外不停地巡逻 原来是在搞迷婚镇 够狡猾的 真让孙老哥给猜着了 咱们赶紧出城 把消息送出去 这可不行 咱要是不把这堆热肉做好 咱们俩谁都比想出去 这 再说了 消灭他们 我不费一兵一组 那咋整啊 这 这啥东西啊 好罪要加五桃 一会儿把它扔过里 从哪儿弄它 那是药铺买的呢 林长 你可真够行呢 这都准备好了 行了 下面的事就靠你的了 坐好啊 我 我 我不会做饭 不会做饭 你会啊 我也不会啊 我从小到大第一次进厨房 这俩可坏了 那咋整啊 旧柴大哥会 我只是 别别别别 别着急 狗急了能跳墙 人急了能做饭 咱们试试 这可咋能试呢 万一做得不好不好吃 小鬼子不吃 再多的毒药也没用啊 那万一要是做好了呢 行了 我切肉 你切土豆 关键是怎么做红烧肉啊 你把各种足料都给一点嘛 都给些油 然后 关键是盐 对了 老花说的有啊 好厨子一把盐 把盐给给好了 多放点辣椒 我把这个耗子要合 我不倒的这个味儿 给它压一下 就行了吗 亏你想得出来 你聪明吧 挡不住 没事了 可能会出事啊 我看就是他们黑驴的一个人回来了 那琴妹子的那个 那个林花子的 局长 让我看 让我看 没准一会儿要出事 来 让我看 别看了 过去 这不就你一个人回来了 他们俩呢 他们俩 再给鬼子炖肉 炖肉 这探听情报 怎么伺候你小鬼子来了 一个少爷膏子 一个千金小姐娇生惯养 只会白痴 他们俩会做什么番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我他们真没用 关键是个撑不住气 裹腿都给撵了出来 那我和他俩人出事 好 我们怎么办 这小子 是不是又在自作聪明 搞什么情况 得写个办法 来 喝茶 喝茶 好好好 王队长 中午就别走了 跟太军一块吃饭 喝两只 不不不不 我来啊 主要是伺候太军的 只要太军吃得高兴 我就是旁边站着 也心满意足了 那哪行啊 那总得吃饭呢 这要饿好点的 太军哪儿 找有这么中心耿耿的良民 哪里哪里 知遇之恩 当涌泉相报 我啊 记得啊 但是那牛肉熟了 让那两个厨子 先尝一碗 不是 这太军可还没享用呢 哪儿轮得上他们吃啊 顶多啊 太军吃完了肉 赏他们两块骨头啃啃 那就算抬举他们了 你赌个屁啊 这年头兵荒马乱的 你知道什么事啊 瞧我这猪脑子 哥哥学着点吧 你先待着啊 我去到猫测 好好好 闻着还挺香的 好像还可以啊 颜色也不错 好 你尝一个 好吃吗 怎么了 怎么这么难吃啊 不会吧 我精心烹制的 要不你自己尝一个 我就不尝了吧 你就告诉我 是辣的还是咸的 又辣又咸又苦 难道是我足量放错了 这样小鬼子肯定不会吃的 没准咱们就 老子加点水吧 你怎么会说话 怎么回事这事啊 这是什么 说 耗子药 来 来 帮忙 把他抗上去 帮忙 来 帮忙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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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快点 可以开饭了 你们来了 找雅的 看见郭翻译了吗 大活人跑哪儿去了 怎么样 熟了吗 不 啊不 忘了 是个哑巴 马上就出锅了 这就给太军盛上去 别 不急 你 你们俩先尝一碗 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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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老子让你吃就立马吃 这 熟了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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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או よし よし 尼尼大大地好 淘娟 走 你个妈的 还来人吗 不好 我一直来了 走后面 走 走 快 我这心里发慌 搞不好他俩真出事了 还等啊 是过一二零 瞎求证 我当云长的 不把部队带好 跑去搞什么情报嘛 现在倒好 情报搞不到 说我们把小命都丢成了 等等 再等等 再不见任意的话 就直接攻城迎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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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紧想办法投注上去 不行 你这是去送死啊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 赶紧把这儿的消息通知孙大哥 让他带兵来攻城消灭鬼子 我不走 大不了 咱们哥小鬼子拼了 你要留在这儿咱们俩都得玩玩 要死咱们一块儿死了 我绝不给你分开 你说你一个女孩子 万一要是落在鬼子手里怎么办 老子是爷们儿 我们拿你当爷们儿 鬼子能拿你当爷们儿吗 我想好了 万一 老子又咬着自尽 放心你听我一句 你现在赶紧出城 把这个消息告诉孙大哥 要不然咱们司令部交给我们的命令 就完成不了了 这个你拿着 赶紧去 撒紧出城 找找 人 不然 出席 我赶紧在等了 咱们直接攻城 我们的情维器庭が提供的情维器 正事件是正事的 小鬼子 死亡の支援軍が情報通りに俺たちの軍に迫ってきた あいつらはスパイを使って俺たちの情報を手に入れたんだ 幸い俺がスパイの計画を潰したからこそ 騎兵隊の全滅が逃れた者を ここにいるのはもはや危ない だから移ったほうがいい 今から命令を下せ 敵に包囲される前に全員撤収 はい 太君 这些要撤離ば 那兩個除子還沒抓かない 太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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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往後我們真機隊怎麼辦 沒太君的屁股 我們可沒好日子混 馬上回去 立刻決賽你的真機隊 讓你的弟兄儘快離開平洋 若子的患 都把川金打進城來 可沒有你們的好果子吃 莫章パパ 石長官 你怎麼一人回來了 你們長官哪 被鬼子包圍了 什麼 大叔 你趕緊通知我的隊伍 城里只有四十多個鬼子 你呢 我去救李营長 你手無寸鐵怎麼救我 六子 你趕緊出城 告訴川軍老總來 讓他們馬上回城 快去 快點 快走 兄弟 咱們一塊去救李营長 走 走 兄弟 你再好好想想是這兒嗎 是啊 怎麼沒人呢 完了 肯定是被小鬼子抓走了 怎麼辦 別著急 再找找看 帶著行李 小鬼子要跑 現在怎麼辦 我有主意了 快說呀石掌櫃 你別問了 你去找李营長 石掌櫃 放棄 你去哪兒了 你去哪兒了你 真是嚇死我了 什麼叫我去哪兒了 我讓你去通知孫大哥通知沒有 我通知了 好 我去找石掌櫃 讓小伙計去報信了 這回差不多 行了 此地不宜久了 咱趕緊走 老總 老總 日本人來了 咱哪兒呢 老總 又在哪兒了 傳人家 別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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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石家牛兒部的小伙計 我們掌櫃的和一個娘娘腔 讓我來報信的 讓你們趕緊攻城打鬼子去 他們人呢 好像一個老祖二鬼子圍了 他們救人去了 真出事了 蘇老哥 趕緊下命令 要不然老子一根血 全體隊員了 直奔全陽線上 走 走 來 換咱這兒 過來 這邊也堵上 全都堵上 各位老少爺 小鬼子殺了我們那麼多親人哪 不能讓他們跑了 川軍馬山就要來了 別害怕 一定把他們給堵住 不能跑 不能跑 他們來了 不要鬼子拼了 小親們 王軍 不希望再看到流血事件 你們都是順 都得到過王軍的優待 請你們立刻挪開這些障礙 王軍讓路 小鬼子 別猖狂了 你們已經被包圍了 跑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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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別讓狗人家跑了 快 快 sì 快 你 欸 快 快 小鬼 快 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定是孙老哥他们 跟小鬼子交上火了 答应他们 别把鬼子干掉 石掌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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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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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们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 就在刚才平尧城所有的太军 都奉命撤回了太远 这太军一走啊 维持城内治安的稽查队 也就树倒侯存散了 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大伙各奔东西吧 这是 真是 不告诉你们 原来做警察的也别慌神 就是川军进了城 还是国民政府的天下 还是要靠咱维持治安 这还好国家 都是朗中好国家 那还好咱们去退下 是不 愿意留下的 一会儿到往那儿重新登记一下 好 散了 什么事 他奶奶呢 发得真 他妈 他妈小女儿干擦 他妈妈 李大云长 你好歹你跟我们说一声嘛 你免得打你钱 那么多老百姓的姓名是 林长 城里的日本人 怎么会突然走了呢 你问他 他小的个仇 肯定是暴露了嘛 一天都 跟我们说啥子 不要打草惊蛇 啥子要自给自比 你哟 以贵人认识 读了几本发霉的兵书 你就以为你是朱桂亮啊 这样子对了嘛 我去哪个跟司令部交代 就是这样 呱嘻嘻 要是早天送老锅的 我们能这么窝囊 我们独立营 将近两打两倍好人 连四十个小鬼子都灭不到 那个传出去 连先生板板都要修饰 撑撑撑撑撑撑撑 撑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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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撑 是人 我一开始就知道吗 马后炮 你几个鬼啊你 死了那么多 老百姓 你有理了 行了 也没打着鬼子 自己兄弟干起来了 我怕丢你们撕穿成脸 好了 这不要再跟他斗气了 我早就跟他说过 鬼子摆的是迷魂阵 玩的是空城记 他是不见棺材 不掉泪 这话又说回来 他要是知道的话 他也不会这么冒失地去干 让他自个儿好好的想想吧 来 你说说 我是什么都想到了 什么都想到了 怎么就差这一点呢 我怎么就没想到他会走了呢他们 这帮王八蛋 你说我憋气不憋气吧 放心 到 赶紧通通船里面 到司令部 把这儿的情况汇报一下 是 陈周青 咱们至少消灭了一小半鬼子 收复了平昊城 撤蛋 那是我们收复的吗 人家自己撤的 死了那么多老百姓 那石掌柜也死了 还好意思说收复 你可疯给我吃炸药了 老子是想安慰你 由于李克明的指挥事务 对敌方的突发情况缺乏应对之策 对敌方导致独立营 白白葬送了一场首刀牵来的胜利 那你是怎么办呢 二战区一直在指责我们船军作战不利 临阵欠战 这不是有信天口是个梦 现在看来 连胜三级委他已经找不住了 确实是操作人类似 是在拔苗主张 此人 目前难担大人 准家老弟啊 你这是在向我开洋谷苗 好啊 麻烦麻烦 司令严重啊 我只是旧事乱事 一个军事指挥官 怎么能够丢下部队部管 亲自到城里搞什么情报 这就不是军事指挥官所具备的素养吗 你看过李德明致敬的作战计划 据说那是 独立营到达平遥之后 晚上他在拉屎的时候琢磨出来的 那纯粹是纸上探兵了 也不尽然哪 你当营长的时候 你能做到吗 坦白地说 我也做不到 此次平遥实力是很可惜 我们现在太需要一场胜利 来鼓舞全军的士气了 可 可他失败了 是 李德明的失误 就在于他太高估了敌人的力量 这也不能完全可责于他呀 那为谁啊 你想啊 一个鬼子的骑兵队 在没有任何重武器的情况下 就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整个平遥城 这在中外战争史上也算是奇闻吧 在这种情况下 李德明的沉门冷静反倒使他犯了严重的错误 一无了战绩 失去了全歼日军的机会 那也总该想到 堵截敌人的退路吧 李德明错误的判断 日军要逃也会逃往林县 所以他布下了副兵 可是没有想到 日军却仓皇地逃往了太远 这给了他一个措手不及 他这是聪明万倍聪明无法 所以我认为 还应该给他鸭蛋子放胆使用 可是 不要可是了我的残茂长 马上命令李德明部尽住平遥 担当守城任务 蒋公罚过 可是司令您的一贯原则呀 这也不为过呀 小娃娃不摔几个跟头 她能学会走路吗 现在 要让他们受一些挫折 甚至于是磨难 日后对他们是大有鄙夷的 你别忘了 你我不也是这么过来的吗 我的总司令啊 你这不是爱护 你这是探护 这 来了来了 国军来了 大家欢迎 快点炮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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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我怎么觉得啊 小伟的金城 你心里搞几块钱放得泡啊 我说你要不说话 没人打理当家 那日本人来了都放了 国军是咱自己兄弟 更该多放几遍呀 去去去去去 大家欢迎啊 欢迎国军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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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什么好看的 爹 他们专举也是在地产手上的 这孩子你懂 小鬼子一来呀 就他们啊 跑得比兔还快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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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打起来 会造成不必要的牺牲 还会尽到市民 所以我在想啊 擒贼先擒王 咱们先拿这个王宝山开刀 就那混蛋 我一个人就够了 用不着 我会让他乖乖的 自个儿往监狱里钻 快点 吹牛吧你 不是 有你在我身边呀 我这心里头就舒服多了 有你王队长这句话就行了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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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你这副哭丧样 死了老娘了 什么事儿 大哥 说 大哥呀 这门大街都帖着告诉啊 这川津山独陵 大脏起鼓掉 整肃和追查罕见呀 哎 村儿啊 你先下去 嗯 哎呦 我跟他说点事儿啊 他们怎么说 凡是这根日本人 跑过腿了 办过事了 必须在两天时间内 到川民团驻治区 偷案自首 如果过了这个期限 一旦急拿归案 就地处决啊 这些个川蛮子 真是狗拿耗子 多管闲事儿啊 什么事儿罕见 他们他们他们要是把城门守严实了 那日本人能闯进来吗 遇不上小鬼子儿 老子到哪儿当汉奸呀 真是 我看呀 还是生起主动 赶紧自首 只要手上是没有人命 坦白交代 就可以重新发落 你看 亏你还是吃警察这晚饭呢 还不明白自首怎么回事儿 越主动坦白死得越快呀 你要记住 日本人迟早还会要打回来的 这川军到时候还不得乖乖地滚蛋 摇摇牙 那也就挺过去了 那 那 那 王队长 废物 不许叫队长 是是是 王队长 请点 果然不出我所料啊 啊 新来的李营长 要单独约见我 没说什么事儿 说是商议一线 平遥治安事业 你忘了 日本人来的第二天 不也单独约见我了吗 要想搞好平遥治安 他妈天王老子也离不开咱 来 吃喝这 我什么意思啊 那孩子别去 这真万一 屁话 他们进城才一天 哪那么快就摸清我的底啊 真是老天开眼哪 凭我的本事 真要是把他给拿下了 日后 咱不照样有了铁杆靠山 啊 花山 把心放在肚子里 啊 只要是 跟他们成为朋友 就是知道我给日本人做过事儿 他们也会睁直眼闭直眼的 有那么容易 多新鲜 那川蛮子他也是人哪 咱们 咱跟对待太君一样 伺候周全老孝敬到家 交情自然就有了啊 千金万银 抵不上同其所好 到时候 啥稀罕送啥 他们鬼都乐意 蔡君是喜欢文武 可这新来的李营长喜欢什么 咱怎么知道啊 我问你 川军缺什么呀 当然是枪支弹药啊 啊 进城的时候 你没看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破玩意儿 枪是兵的胆 有兵才有官 哪个当官他不喜欢自己兵抢马壮 他问您是 咱从哪儿给他弄武器去啊 我说你是猪脑子呀 那太君不是夺了平遥军火库吗 走的时候根本就没法带走 全放在石家大院里藏着呢 对呀 就这么办 一嘴儿插不着 我说 往后跟老子学着点 没亏吃 是 把马车给我备好 是 仙道仙阳为王者 不不不不不 快点 快 滚开 行行行行 放马车哥那边 快点快点 站住 快点 站住 我是警所的王所长 是你们李营长的客人的 请把枪留下 我 我这 所有到访的客人一律不准带枪 好好好 好好好 进去左转 好好好 好好好 哎呀 哎呀 还是曹中有人好当官啊 这个名娃子 把小鬼子放跑了 屁事都求莫得 哎呀 这回是运气好嘛 没死那么多人 但你保不住他下回瞎子会啊 要是把兄弟和灵命伤了怎么办 啊 老大 我写了一封告状信 让下头的孙女伙都把名牵上 把紫荫盖上了 想慢慢把他贵的云长弄下来 让你来当 孙老王 我们这也是问你好啊 对头啊 李营长在吗 这没得李营长 这有孙营长 李营长不在 这里是 副营长是 爬爬爬爬爬 对不起 对不起啊 请问您是李营长吧 我是 李大卫 毕人是警所所长王宝珊 李营长 我愿意闲意 听见热烈的呼吸 配上了所有的记忆 泪水撕碎沉黄 大汗阵阵在胸膛 怕什么死亡在歌唱 却奔用在我的心上 用绝望的目光 点燃最后的希望 燃烧我灵魂的方向 守护在你热爱的地方 泪水撕碎沉黄 大汗阵阵在胸膛 怕什么死亡在歌唱 血本涌在我的心上 他从未遭遇 温暖了我的双眼 守护在热爱的地方 守护着每一群荣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或许多天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怕什么死亡在歌唱 血本涌在我的心上 它从未造反 温暖了我的双眼 守护在热爱的地方 守护着每一尊荣光